總統副總統的首場公辦電視證件發表會在20號要登場了 藍綠白這三方陣營也是要努力的來備戰 目前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那他的準備從三大面向要來逐一論述 同時要配合他最擅長的空戰 因為他把所有的證件通通放在網路上面 讓支持者可以同步來分享 那今天他也形容說呢 現在選戰很像是棒球季後賽一樣 你要一場一場去比賽累積 他也自己在努力的念書準備資料 柯教授再度開講這回上起金融課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帶著副手吳欣盈 一起召開金融政策記者會 所以最近不管國民黨跟民進黨在提出那個居住正義的政策 這我看起來都很好笑 我有於說不用付投期款 他不用付投期款是以後財富 我就想起以前那個趙山牧師的故事 那至於賴清德那個什麼清清安專案 他從那個貸款30年變40年 他只是還錢的時間延長嘛 對於台灣的居住正義 我的回答是這樣 笨蛋 問題是房價 我也非常的注重這個一般的金融教育 金管會的一些金融課程 可以放在台灣的學業的這個108課綱裡頭 持續訴諸證件討論 柯正營提出設立金融穩定委員會以及金融消費者保護局還要成立主權基金 而接下來柯英配也將迎戰四場公辦證件發表會以及兩場辯論會藍綠白正面對決 辯論跟聯考一樣嘛 永遠沒有準備好的一天 認真讀書 現在要開始認真讀資料 據了解目前由柯文哲競選總幹事黃珊珊出面整合新戶箱智庫以及民眾黨團智庫 並聘請外部學者和專家顧問團提供意見 將去交在政策面並安排模擬對抗練習辯論結問 畢竟缺乏陸戰系統 柯正營將辯論會視為空陣主陣場 希望藉由柯文哲的口才優勢在辯論會中尋求逆轉勝 突破藍綠假殺 記者陳思琦 陳明華 森居小組 新北蔡毛道